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时为22日即将登场的校庆来暖身 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图书馆 那完全是创办人走遍全球欧美各个名校 然后才能够精心设计 大家可能觉得创办人其实他是工程背景出身 他把整个学校做非常细腻的设计 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亚洲排名第一的绿色大学 其实完全是整个在创校过程里面所打下的基础 校长吴东欣表示 图书馆一直是学生合照 校拍婚纱的热门景点 在校庆的前夕 学校特别运用LED灯来装点图书馆的外观 让图书馆耳目一新 晚上LED灯还亮起 图书馆马上变身为一座装置遗书 图书馆也举办了幸福从天而降 彩球福奖的活动 提供250份的礼物 其中包括手机现金等 想到现金2000余的同学表示很高兴 大奖感觉怎么样 就还好还好 这有没有圣诞快乐的感觉 有有有 绿色大学是大业大学的办学愿景 今年的校庆点灯活动 学校同样秉持了环保的理念 选用省电的LED灯当素材 希望透过校庆点灯祈福的仪式 让同学感受到学校的温暖 同时点亮大家的未来 大业人新闻流星校 李贵妹采访报导